Hi everyone,欢迎收听尬聊音乐,我是Kennigy 今天呢,你不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吗? 因为我想要介绍的五个奖项居然已经来到了第四个奖项了 这一次我想要介绍的奖项是年度歌曲奖 那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呢 其实从第一届的金曲奖就已经有这个奖项的颁发了 那其实他到第八届的时候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就是废除的状态 一直到第十七届的时候才回复颁发啦 那这个奖项呢,其实是金曲奖每年的重大奖项之一 你们知道吗? 他们原本,就是这个奖项原本应该叫做最佳年度歌曲奖 所以他也经历过一个,算是改朝换代吗? 还是一个改名字的过程 后来就是到现在啦 我们就是统称为他叫做年度歌曲奖 然后这个奖项啊 目前为止到已经到第31届了 得奖数最多的居然就是蔡依林 他分别拿下三次的年度歌曲奖 分别是今天你要嫁给我大艺术家 还有去年的玫瑰少年 三次的年度歌曲奖 算是年度歌曲奖中的最大影家啦 目前为止 那年度歌曲奖这个奖项啊 他其实就是最能够代表这一整年度的歌曲 那如果他是和所有发生的大事件融合度最高最契合的呢 他就最有可能获得这一次的年度歌曲奖 所以他可能会是非常符合时代潮流 或是符合社会走向 那甚至他可能是传唱度最高的 基本上都很有可能拿下这一座奖项这个样子 那因为他是年度歌曲奖嘛 我觉得我才想要在介绍这七首入围的歌曲之前呢 好好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在去年2019年整个国际还有台湾 这个两方面到底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我们就话不多说好不好 马上来大家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有关于国际方面的呢 我觉得有关于国际方面 而且又最贴近台湾的 应该就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啦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进行中 然后再来就是中国大陆的非洲猪瘟疫情 我也想要把这个列入到国际的大事件中 因为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病毒它是不长眼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爆发了那个非洲猪瘟疫情啊 其实不论是我们啦 中国附近周边的国家都非常的人心惶惶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守着这么久 或者是阻挡这么久的病毒 会不会再一次的来侵扰我们 所以我才把它列为就是国际新闻 然后再来呢就是遇到了斯里兰卡的连环爆炸案 还有亚马逊的雨林野火 跟那个巴黎圣母院的大火 这样子 所以除了我刚上面讲到这些 比较算是天灾人祸的事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方面好不好 科技方面 去年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 来改变我们整个2019年的科技新时代 在3月的时候啊2019年3月的时候 苹果正式宣布了推出了五大服务 其中讨论度最高的就是Apple TV Plus的部分啦 就是他们正式的与Netflix啊HBO这一种 已经非常稳定的影音串流平台来角逐 竞争这个样子 然后到4月初的时候呢 韩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供应第五代 无线通讯的商业服务国家 也就是说5G的时代 其实是在去年4月 韩国引领着全球第一个 带我们进入5G大纪元 就是5G的新时代的国家 那一直到现在 大家也知道非常多的产品 应该说非常多的手机品牌 已经推出了5G的服务了这样子 那大家知道吗 在去年2019年1月的时候 台湾也是正式的终止了3G的服务 我们已经完完全全跟3G的时代 say goodbye了 现在已经没有3G的服务了 就是4G跟5G而已 那我觉得4G可能还会在 可能还会在持续个好几年吧 因为毕竟5G目前都还不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这算是科技方面 就是人类科技智慧方面 在2019年其实也是跨出了蛮大的一步 那再来遇到的是12月 也就是去年年底 有一个年度风云人物 是有一个16岁的瑞典环保少女 同辈里所获得了这个年度风云人物 然后那个时候时代杂志 还在最新一期的封面称它为是青年力量 赞扬它这一年多来 几乎世界各国要正视气候变迁的问题的努力 这个样子 那我会想要把它放在国际事件是因为 那个时候除了唤醒大家对于气候变迁的重视之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它那时候在造访各国的时候 也引发了很多 算是一些负面的声量 也是占了我们新闻版面好一阵子的时间 所以我把它放在了国际事的大 就是国际的大事件中 那在台湾的大事件中 我也是一一的从年初到年底 慢慢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去年年初除了我刚刚说的3G的业务正式终止之外 还有一个也是在那个时候造成非常大的讨论声量 也就是政府正式了实施就是大型那种餐饮业 还有连锁的速食店 禁止提供塑胶吸管 导致我们的咖啡啊 外带咖啡 外带饮料的杯子都越来越高了呢 所以我自己是不知道这样到底算不算本末导致 但是一个限速的活动呢 或者是限速的法令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也改变了我们对饮食的一个习惯啦 然后到2月的时候呢 发生了中豪航空的机师罢工事件 那2月底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如果 算是很常用网络 或是很常玩游戏的人 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个事件 就是赤足的游戏 制作了网络游戏 还愿 那还愿这一个游戏呢 也是在当时造成非常大的讨论 我觉得与其说是讨论 更不如说是一种觉得台湾游戏真的是很骄傲啦 对不对 如果你们听得懂我在笑什么的话 那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我还记得那个那个游戏里面那个 公银磁孤公银 公银磁孤公银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红到不行 然后一直到年终的时候呢 也有发生蛮大的事件 是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制定 司法院失智第748号解释施刑法 也就是说同婚的专法正式的通过了 也就代表台湾成为整个亚洲地区 第一个同志可以结婚 合法结婚的国家 我真的觉得这算是跨了蛮大一步的 要谢谢台湾这个国家 我真的觉得身处在台湾 其实是蛮荣耀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一直走在很前面很前面的地方 不管是有关人权啊民主啊之类的 这样子 没错 突然不知道讲什么 那一直到年终呢 六月左右呢 又发生了长荣航空公司 就是空服员的罢工事件 那到八月的时候呢 我们中华民国教育部啊 正式施行了108年课纲 那也正式的进入了12年的国民教育 算是在教育的这个政策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革 那一直到十月的时候呢 大家还记得吗 宜兰的那个南方澳 南方澳 我还讲什么 就是南方澳的跨海大桥 发生了就是断桥事件 然后十月中的国庆假期啊 没错也就是 我们即将要面临到的那个国庆假期 在去年的时候呢 发生了两起外送员的死黄车祸意外 那劳动部也针对这一个事件呢 正式的针对餐饮外送服务业者 就是胖达和UberEat来实施劳减 那认定啊这个公司与外送员是属于雇佣关系哦 要求业主要提供相关的资讯 那如果没有提供的话可以依劳基法来采发最高 好像一百七十几万新台币的罚款这个样子 所以我会把它想要列为就是蛮大的实践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外送服务真的太普遍了 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很多 等一下 我需要换个椅子 我屁股有点太痛 做太久 就是我会想把它列为算是台湾的大事件 是因为这种外送服务到现在啊 我其实也很常很常使用这种外送服务 所以他那时候的 算是政府的重视 应该是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属于牢固关系的话 会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不管是牢记法或者是保险的相关的东西都是要需要去做重视跟改正的 还有修订的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它列为大事件之一 然后一直到快要年底的时候 苗栗县议会呢也三读通过了十虎保育自治条例啦 那这个这个自治条例啊就是十虎保育法 我也想把它列进去也是因为你知道动物 动物保育一直是我觉得人类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啊 原本就是这些原生动物的栖息地所在地 那我们人类占为己有就算了我们 为什么还不只是要 为什么还不去保育他们或者去维护他们呢 就是他们是被迫 就是被我们人类所赶走 或者是被我们人类所屠杀的一个物种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选择的 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这样做 所以看到那个自治条例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蛮开心 就是真的是有法令来正式的规范 这样子的事件这样子的议题 所以我才会把它列入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有人可能会说 就是食物链啊什么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啊 我觉得不是 就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那一方 那为什么要选择扑杀 或者是选择赶尽杀绝呢 对不对 我们是可以保育他们 我们是可以让他们安全的嘛 好那接下来到了年底 年底呢比较大的事件 我觉得是就是那个网红波特网啦 他发了一部影片 然后在影片当中称蔡英文为总统嘛 然后也被中国他那边的合作方要求要下架影片 然后造成了那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然后关注这个样子 然后甚至到 甚至因为这件事情呢 他已经到现在每个月都有那个粉红汇报 的节目了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不知道 另类的题材啦 一直沿用到现在 那除了这些呢 我觉得在台湾演艺圈方面呢 去年其实也是经历了蛮多 蛮多的不舍啦 除了像是 演员贺一行啊 马如龙啊 还有年底的时候 高以翔的李氏 我觉得大家也是在那个时候 花了蛮多的时间 去释怀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去接受 那一直到这次2020年呢 我真的 2020年其实能分享 或者是能讨论的事情非常多 那不在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好不好 今天的主角呢 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这七首歌曲 大家记好我刚刚上面讲的 所有大事件哦 我整理出来的大事件哦 记好那些事件之后呢 马上进入到 我们今天要 分享的 介绍的这一次 入文年度金曲奖 金曲奖 年度歌曲奖的七首 非常出色的作品 第一首呢 马上来到的是 第一首 9M88与去年的金曲歌王 利尔王 我刚刚是破音吗 利尔王 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呢 因为现在时间蛮晚了好不好 这个 我有点 我有点我想说 好想赶快把它录一录哦 就是有一种很雀跃的心情 但是我的 声带 好像跟不上自己的 这么雀跃的心情 一直有一种 很疲惫的感觉 好啦 第一首歌曲呢 来到的是 9M88与去年的金曲歌王 利尔王所合作的 最高品质 静悄悄 那这首歌曲呢 是收录在去年 2019年8月8号 9M88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 平庸至上当中 这首歌啊 是他在那个坐飞机的时候 看少林足球的时候看到的 然后他看电影的时候才 体悟出就是 最高品质静悄悄 蹲最低的 跳最高的 这样子东方的精神 也就是说我们东方人啊 很能够忍让啦 就说呢 在江湖行走 在江湖走跳啊 不能太冲 好不好 需要适当的忍 恰好的让 才能游刃游鱼的 在这个社会上 所生存 这样子 好不好 那大家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最高品质 静悄悄 最常用是用在你们哪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你们人生哪个阶段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小学老师管秩序的话术 就是最高品质 然后我们叫做 静悄悄 那其实这句话呢 最早啊 是源自于一个冷气的广告 也就是说 最高品质就是冷气不会发出声音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写的蛮好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是因为他其实一开始就有讲到啊 他说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 就算眼角忍出鱼尾巴 拉上嘴巴的拉链 放下执念 锻炼自己的理智性 也就是说你们 我们在遇到 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 不要急着去表达意见 就是你拉上嘴巴 先停看听嘛 跟顾马路一样 好不好 先停看听 安全了 再继续 然后他后面还有讲到 他说我是一张纸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但是我自卑橡皮擦 不听妈妈的话 也不是都不听 是先不听 再听听看 有没有道理 我真的很喜欢这段歌词 他说 嗯 就是说我们 跟刚刚其实蛮像 就是我们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应该要先把事情 整个听全面了 再去做下一步的动作 就是把觉得很无理的地方给擦掉 然后把觉得有理的地方给吸收起来 而且我觉得这边他用妈妈来做比喻 超好 为什么超好 因为父母就是我们出生以来 接收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管道 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第一个管道 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所以其实我们在小时候 觉得爸爸妈妈说什么 我们基本上就是 照单全收 只要他们讲我们就信到不行 信到没有办法 这个样子 就是这段歌词 也就是说我们从开始 有质疑妈妈这个想法来看 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 可以自己去思考事情的阶段了 我们可以选择想听的和不想听的 其实就真的蛮贴切 这个歌名啦 最高品质静悄悄 而且这个时候的你呀 你选择静悄悄 不是别人要你静悄悄 是你自己已经可以选择静悄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棒 很酷的一首作品 我必须得这样讲 然后很好听 很朗朗上口 不能说朗朗上口 应该说你会朗朗上口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爽 就是因为那个节奏感的关系 然后猎王在这边也是 发挥了非常大的化学反应 让这整首歌都有添加更多的色彩在里面 第一首歌呢 来到的就是 力友王和9M88所合作的歌曲 最高品质静悄悄 那第二首歌曲呢 来到的是林生祥的远行 那远行这首歌呢 其实是去年金马奖 荣获最佳剧情长片的 阳光普照的主题曲 那这首歌远行呢 是钟梦宏导演 填的词 林生祥 普的曲 然后也有 也由林生祥来演唱这个样子 我觉得要了解这首歌 可能会需要先要去 看一下这个电影 阳光普照 才能更理解就是歌曲中 想要传达的意思 就是说这首歌呢 比较像是像在 描述电影中 那个男主角的大儿子啊 就是徐光翰他的心境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从歌词当中啊 还是可以得知到说 他想要去的地方都是一些 比较阴暗 而且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那其实在电影里面 他也有表示说 世界上万物啊 最公平的就是太阳 因为太阳给予地球上 每一个角落都有一半阴暗 跟一半光明的时间 就说呢 那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 永远地处于阴暗面 或者永远地处于光明面 就这样下去 我们总有一天是会崩溃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这样子的过一生 或者永远过一辈子 那歌词里面 其实有说到呢 他说把忧伤带去黑色大地 把冷漠带去深色海里 然后把恐惧带去无尽森林 我想要远行去夜空里 就是这些我觉得比较是负面的情绪 很多时候真的不适合暴露在阳光底下 让大家去观察 让大家去检视 甚至让自己被公开 就是这些比较低落的心情 是我们要花时间去探索 然后从中调试 最后再去释怀的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永远处于一个 非常积极的正能量的一面 也没有办法永远把自己低落 把自己锁进这种黑暗深处 我觉得人的这种生存模式 有点像太极啦 大家记得那个太极的那个样子吗 就是它有黑有白 然后也有交织在一起 但是它是很平均的 就这样子的模式啊 才是得以生存的样子 就是我们人啦 得以生存的样子 所以 不知道耶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歌曲概念 有没有符合整个2019年的整体概念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自己也是 在思考 或者是说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除了说很感动之外 因为 我是真的 因为金曲奖 就是年度歌曲奖入围的这些奖项里面 我才很认真的去听远行这首歌 在去年的时候 我比较没有很认真的 就是你知道看完电影就看完了 也不会 太去理解歌曲想要传达的意思 所以 我自己是很喜欢 仰光普照这一部电影啦 尤其是你知道那个 监狱 暢望春风的那个片段 我真的是 哭到不行 我必须得说 我是一个类线非常发达的人 就是我很感性啦 就是不管是能够感动的 或者是真的是很悲伤的 或者是真的是开心的 我都很有 很有本事掉 掉眼泪 所以我还 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找时间去 看一下 《阳光普照》这部电影 然后也很推荐这一首主题曲 叫做《远行》 来自林生祥的作品 那它是去年 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 《阳光普照》的主题曲 这是第二首入围的歌曲 再来呢 来到了第三首歌 是高尔萱的《Without You》 我自己觉得呢 在整个嘻哈大爆炸的2019年 真的非常不意外的 今年入围的七首作品呢 就这样子的加入了很多的嘻哈元素在里面 代表的作品啊 除了我刚刚有介绍到的最高品质 《静悄悄》之外呢 还有等等会介绍的《黄明志的鬼岛》 还有邓子奇的《摩天动物园》 再来就是这一首歌《Without You》 来自高尔萱的作品 我觉得这首歌曲《Without You》啊 应该是这七首入围的作品啊 从歌曲发行直至今年传唱度最高的歌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出门逛街吃饭 反正反正啦 只要我有出门 我有去到餐厅啊 我有去到什么百货公司啊 店面啊 商就是影城 不管 只要是能够播放歌曲的地方 我一定会听到这首歌曲 所以呢 就是那一种 我就算不知道《Without You》 到底讲的东西是什么 到底他在唱什么 我都还是会唱 就我一定会唱这一句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啦 以传唱度为 就是唯一的评比条件来看的话 真的直接谢谢 就是《Without You》了 我觉得 没有其他了 这七首歌曲《Without You》的传唱度 真的太高 那其实这首歌 其实蛮浅显易懂的 就是说 它主要是在讲 后悔不懂得珍惜另外一半啊 然后最后心碎 想要挽回 阿妹 嗯 我会不会太轻描淡写 但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很朗朗上口 但是它就是一首 很浅显易懂的歌曲 然后我觉得高尔萱 厉害的地方是在于 嗯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 尤其是现在 就是2019 2020 甚至比较前期 2018年 大家越来越能够接受 整个嘻哈的曲风之后呢 大家也越来越爱 R&B的整个的曲调 融合嘻哈 不再是R&B纯R&B 或是嘻哈纯嘻哈 这种融合的 我真的比较 像我之前在那个 这家男歌手 就是Jay Sean那个部分 讲到的东西是 嘻哈的音乐元素 原本就是跟R&B所融合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我在近一两年 听到很多嘻哈跟R&B做结合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是他们尤其是这种刚柔并济的唱法 你在主歌就是R&B的部分是可以很硬派的 但是你在副歌又是可以很柔情四件的 整个曲风我都觉得很很棒啦 真的是很棒 然后很谢谢这一些音乐人 创造出又这么多样多变的曲风 带给整个华语乐坛里面 非常多元的风貌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了解这样子的歌曲 所以很开心好不好 真的很开心 这首歌曲来自高尔轩的 Without You 是第三首入围的作品 然后第四首歌曲呢 来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邓紫棋的摩天洞物园 我有在那个这家过语专辑 还有在这家那个女歌手讲 都已经有聊过这张专辑了 我有多讲过 这首歌是一首概念性非常强的歌曲 那大概介绍一下 主要还是说 就是逐渐被社会化的我们啊 在面对欲望啊 名利的时候 我们到底会不会屈服和妥协 然后与魔鬼恶魔为物 违背良心去做出一些不好的 甚至呢 是会出卖别人的决定呢 那这首歌非常好听 我觉得它MV也非常非常好看 料人帅真的是太鬼才了好不好 那首歌的MV 我真的刷了很多遍 你知道看不腻吗 认真的看不腻 就歌写得好 MV也拍得好 一首质量非常非常高的歌曲 那这首歌曲的词呢 我觉得邓紫棋一直以来都是 很直来直往表达的一个音乐人 一个歌手 那这首歌曲呢 它运用了很多隐喻和辟喻的方式 来表达邓紫棋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中 丑陋 现实肮脏 甚至跟风的一面 尤其它像是它前面就有讲说 蛇代表是邪恶 然后苹果啊 代表是欲望和名利 蜘蛛网呢 代表是社会这个大染缸 那灰姑娘呢 代表是社会底层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 就算最后它没有获得 年度歌曲这个奖项 它也很能够代表这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 优点算是说 我觉得它不管放在什么样子的年代 因为人啊 我们这种生物哦 人这个生物 都是会为名利所屈服的生物 就大家都是为了要往上爬 而不顾一切代价 去做出一些决定 或者是去伤害一些人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 都是这个样子 我必须得这样讲 那邓紫棋用他这首歌来表达 他看到的这个世界 算是比较讽刺 然后他觉得他想要批判的一面 这样子 那我觉得他前面还有讲到 他说传说在伊甸啦 传说在伊甸 就是伊甸这个地方呢 比较算是可以比喻成说 我们刚出生的我们 就是未受污染过的地方 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首歌 摩天动物园 我还是得讲 你怎么选 你要怎么选 凭什么 我听到这四首之后 我还是选不出一个 所以然来 每一首歌曲都有他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每一首歌曲都有他 值得拿来与2019所结合融合的地方 所以真的太难了啦 真的太难了好不好 第四首歌曲就是来自邓紫棋的 摩天动物园 然后再来呢 第五首歌曲 来到的是黄明志跟大吉所合作的鬼岛 我真的觉得黄明志非常非常的爱台湾 那我觉得他也不避讳的表达对台湾的爱啦 就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台湾 那你们知道这首歌鬼岛啊 他一开始那个开头使用了什么乐情啊 就是陶笛 那陶笛呢 为什么我说爱台湾 你知道陶笛 他其实被台湾列在整个中华传统民俗记忆的范围之内 那其他的民俗记忆呢 像是有纸雕啊 铜腕啊 剪影啊 龙须堂等等之类的民俗记忆 那陶笛呢 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子 他把算是唯一一个乐器 就是属于台湾民俗记忆的乐器 直接放到了这首歌鬼岛里面 那这首歌呢 其实你这样听下来 我会觉得凤刺的意味非常浓厚 但是你又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 就是黄明志他是完全抱持着一个 羡慕嫉妒恨的心情来唱的 就是说呢 歌词里面 他其实在YouTube上面的那个 下面的歌曲介绍当中啊 他就有一段英文来介绍 或者是阐述他自己的心情 他是这样子说的哦 他说 Ghost Island is my second home 就是说这个鬼岛呢 是我第二个家 他说 I love a ghost Rather than being a human But controlled by some other human Who think they got power Fuck off 就是说呢 他觉得 预期啦 预期当一个 会被其他 觉得自己有权有力的人 所操控的人类呢 他更想要当一个 Ghost 就是更想要当一只鬼 或者他更喜欢鬼 这样子 然后他后面就说 Fuck off 很明显了吧 就是他的立场其实是蛮一目了然的啦 那我觉得台湾呢 也就是说这首鬼岛的主人翁 台湾这个地方 我必须得说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座鬼岛 身为这座鬼岛的鬼民啊 我是非常非常骄傲的 那这首歌呢 讲到了台湾大大小小的生活模式 包括政治啊 包括人权啊 民主 人民 还有网络的趋势 跟宗教的形式 一应 我再讲一应祭钱 一应俱全啦 可以说是比台湾人 还要更懂台湾人的歌曲 就是完完全全的量身打造 台湾的社会 整个的运作模式的样子 那有很多像是被诟病的啊 或是为之所骄傲的东西 通通呢 都在这首歌曲里面了 我个人觉得呢 这首歌曲 它更可以说是一首 介绍台湾的歌 就如果呢 你要跟你的外国朋友 好好聊台湾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国家 就是这首歌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首歌了 就是说 其实这首歌出来之后 有时候我们都会在想说 我们看似啊 就是真的很习以为常的 日常生活的事情 可能就是我们的特色 就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的特色 而且就像是里面 就歌词里面有说到 各式各样的游行啊 还有宗教的仪式啊 我们真的觉得 这没有什么的东西啊 但是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 新奇到不行 但这就是台湾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 身为台湾人的优越感 不是说那种很自以为哦 但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身为台湾人 我很骄傲的那种感觉 大大的把台湾这个地方 给推广出去啊 毕竟我们就是 土生土长台湾人嘛 所以我觉得爱自己的国家 没有什么不对的 那这首歌曲呢 鬼岛 嗯 我觉得它可以算是 介绍台湾的代表作 就是它就算没有得到 年度歌曲奖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 类似观光歌曲 观光大使的主题曲的概念 这首歌曲呢 来自黄明志和大戏所合作的 鬼岛 那再来第六首歌曲呢 来到的是阿宝 Thank you 感谢收录至他去年的作品 母亲的舌头这张专辑当中 那这首歌呢 我不想多说了 我也不想藏了 我就是希望这首歌 能够拿下年度歌曲奖 没错好不好 就是这首歌 没有其他了 为什么会这么私心 好我还是 我觉得我还是得要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Thank you 这首歌曲呢 他邀请到了台东新兴国小的小学生 来参加演唱这首歌曲的行列 这个样子 那整首歌曲呢 其实就是充满了排湾族语里面 各式各样赞美的话语 那Majima Jima Saru呢 就是排湾语里面 谢谢的意思 我为什么说我会很私心的 想要让这首歌 直接得到年度歌曲呢 原因是因为 入围的这七首歌曲里面啊 它是一首我唯一听不懂的歌 但是却是在第一次听 就流泪的歌曲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电脑前面 就是一边听 然后一边目瞪口呆 然后一边擦眼泪 就是它已经超越了语言的限制 它可以直接把它想要传达的东西 用音符用旋律 来让你知道它想要告诉你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不只是这首歌耶 你知道阿豹这整张专辑 母亲的舌头啊 它已经是把整个制作的水平 拉到一个国际的高度去了 就是拉到一个国际性的等级 就是说如果你在格莱美最佳外语歌曲 看到阿豹这张专辑里面 其中一首歌出现在入围名单里面 真的是一点也不为过 完完全全不会意外 但是呢 我们要得说 就是虽然在整个华语乐坛上面 像这样子比较福音啊 灵魂乐的歌曲 还没有办法成为整个主流的音乐曲风 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否认啦 这样子的歌曲已经开始 在大量的吸引那些喜爱这些曲风的粉丝们 我就是其中之一好不好 我就是其中之一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这首歌曲 除了我真的很私心的希望它能够拿到年度歌曲奖之外呢 其实这首歌曲就还是在讲说 我们真的不要去忘记那一些 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 曾经疼爱过我们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更完整啊 给过我们机会 或是让我们快乐 甚至是心掌我们美的那一些人 我们都不要忘了去感谢他们 就他们都是我们生命中的angels 好不好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好不好 谢谢这些人 那我就感谢这个 这个词呢 其实也是蛮能够代表2019年到2020年 你知道吗 甚至到2020年 我们都觉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很感谢 那如果他这一次真的没有拿到年度歌曲奖 可不可以再报名一次 我觉得如果他放在2020年 他就是一个最能够代表2020年的歌曲 好不好 拜托评审 我真的是很希望他能够得奖 所以这首歌就来自阿豹的Thank you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了好不好 开玩笑的啦 还有最后一首歌曲啊 最后一首歌曲呢 来到的是双城记 这是灭火气的作品 那灭火气这首双城记呢 是由灵系所填的词 那灭火气的主唱 杨大正所谱的曲 那在介绍这首歌曲之前呢 我想要介绍一下 双城记它是原本是一个英国的小说啦 那它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所做的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一篇长篇小说 就是长篇的历史小说这个样子 那小说里面呢主要是在描述了贵族啊 如何去败坏和如何去残害百姓 那人民心中积压 对贵族的这种仇恨值 高到一个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法国大革命 那以及随后啊 这些革命的党员们 对于贵族采取一些残暴的行为 那这本书呢主要的思想是要传达说 就是人啊为了爱而牺牲自我 那书名中的双城呢 指的就是法国巴黎与英国伦敦 这两座城市这个样子 那这首歌曲双城记 指的两座城市是哪两座呢 大家不猜一下 给你们三秒 二 三 好 就是超没有意义的三秒钟 而且如果有些人用Google Podcast听的话 刚刚那三秒可能会直接变两秒 因为我停一秒 所以就是那个空隙的 它会直接过滤掉 就是没有讲话的地方 好啦 这首歌曲指的 两座城市呢 就是台湾和香港 那灭活街的主唱杨大正有 在发表歌曲之后呢 有说 其实这首歌是在2019年3月的时候就写下的 那原本呢 他们是以1950年跟1960年代的台湾作为背景 但是恰好你知道吗 就是在去年 就是大家最知道的香港反送中事件 他们在6月的时候遇到了灵系 那灭活街就觉得说 嗯 又是香港事件 然后又是灵系 这个香港的慈神啊 传奇人物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合作 那很幸运的灵系为他们 曝了这首歌的词这个样子 那灭活街就会想到说 他们其实没有想到 嗯 香港在那个时候的遭遇啊 跟70年代以前 台湾受白色恐怖啊 党国体制压迫 嗯的那个状况是越来越像 所以灵系呢 在这个歌词当中利用了他就是很熟练的写词技巧 去写出了香港还有台湾 这种无惧对抗强权的悲情 还有壮烈的态度 所以他在歌曲里面有运用了许多港台抗争中啊 会出现的意象 像是烟雾啊 遍地开花啊 流水啊 还有白色恐怖等等的词 都放在这首歌曲里面 那大家有没有记得 灭火器呢 在2015年 就是以岛屿天光荣获了当年的金曲年度歌曲奖 那岛屿天光呢 讲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当年的太阳花学运事件 所以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再次拿下的年度歌曲奖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好不好 期待一下 或许是蛮有机会的吧 因为他毕竟曾经有拿过这个奖项 而且又是以就是这种社会运动的方式为背景的歌曲来拿下的 所以呢 这七首歌曲我再帮大家来回顾一下好不好 七首歌曲呢 分别来自第一首歌曲叫做最高品质静悄悄 是9M88与利尔王所合作的作品 那第二首歌曲呢 是林生祥的远行 他是去年金马奖 荣获这家剧情长片的阳光普照的主题曲 那第三首歌曲呢 我觉得传唱度最高的Without You 高尔萱的作品 第四首歌曲来到的是邓子奇的摩天洞物园 第五首歌曲呢 最爱台湾的黄明志 这首歌曲来自鬼岛 讲述的是台湾整个台湾的样子样貌 第六首作品呢 是我私心想要给他获得的阿鲍 Thank you 感谢这一首作品 那这首歌曲第七首作品呢 是灭火器的双成祭 好 总结一下好不好 我真的是私心想要给阿鲍那首Thank you啦 但是如果你要说 推断一下金曲奖的评审会怎么样颁发这个奖项 你知道这七首歌曲难选的地方在哪吗 就是说年度歌曲历年来的得奖作品啊 是没有一首歌是一个很鲜明的嘻哈风格的 所以呢 这一次一次入围四首 就是有嘻哈风格的歌曲在里面 我真的觉得这四首歌都非常的有可能 拿下这一次的年度歌曲奖 但是阿鲍的Thank you 我自己认为它是最能代表整个2019年 甚至到现在2020年 大环境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心态 那双成祭呢 又有岛屿天光曾经得过奖的记录在那边加持 远行就不用说了 金马奖的加持啊各位 好不好 金马奖 所以呢 最后到底会是谁的 我真的真的是不知道好不好 可是我们今天就是硬要 硬要来想 金曲奖评审到底会以什么样子的心态 来评断这一次的年度歌曲吗 这七首歌入围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自己觉得啦 可能会是摩天动物园或是Thank you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就是说如果 这两首歌没得的话 那可能就是金曲奖评审非常爱台湾 那应该就是鬼岛了 好不好就这三首 我自己觉得是这三首我选不出来 这三首我选不出来一个 就是我自身是给Thank you 但是如果以站在金曲奖评审的角度的话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这三首其中一首 就是摩天动物园 Thank you 或者是鬼岛 这三首歌曲 好的 我觉得今天内容非常的丰富哦 非常丰富哦 我完全就是没有在停的 一路让你噼里巴拉噼里巴拉讲下去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厉害 已经40几分了各位 快50分了 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 我最后想要介绍的奖项叫做 最佳新人奖 那我一定会在10月3号以前 把最佳新人奖的分享给录好 然后分享给大家听 也跟我一起预测一下 这一次最佳新人奖会讲落谁家 那这一次的podcast呢 讲到是这家年度歌曲讲 分享完咯 谢谢大家的收听啦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